四年一次的世界杯足球赛呢 终于在昨天晚上拉开帷幕了 而万众瞩目的开幕战 那东道主俄罗斯在一面倒的情况下 是以5比0屠杀沙特阿拉伯 创下了世界杯揭幕战历史上最大比分的胜利 而且呢猜想昨天晚上的成绩 也让很多的这个球迷大跌眼镜啊 因为这场比赛在赛前是被球迷公认为 会是史上最沉闷的揭幕战 那两支呢是在32强中垫底的球队 俄罗斯没有大牌球星 而且他们在热身赛的成绩啊是一塌糊涂 而沙特阿拉伯在亚洲十日老大 但是在世界杯上啊 却是不择不扣的于南球队啊 但昨天晚上的成绩足以让俄罗斯为自己证明 也为这个为期一个月的球球胜势啊 开了一个好投 那胜出之后 俄罗斯目前是以3分呢位于A组的榜首 现在希望大家回顾昨天晚上 这场球赛的精彩事件 以音乐响宴为主的 2018俄罗斯世界杯开幕仪式 集合了500名舞蹈员运动员参与 并由英国著名歌手罗比威廉斯 联头俄罗斯著名歌手 以及巴西传奇球星罗纳多 唱出本届世界杯的主题曲 放飞自我之后 在东道主大家长普京 以及现场8万名球迷的见证下 为期一个月的全球足球盛宴 正式拉开序幕 开赛才12分钟 俄罗斯中场球员 一个弧线船中 投球一顶 率先打进本届世界杯的第一颗进球 第43分钟 俄罗斯边峰接球之后 绕过两名五位 左脚近射破门 2比0 进入下半场第71分钟 俄罗斯再发动攻势 球传到进区之后 再用头一顶 北极熊 3比0 进入捕食阶段 俄罗斯再送杀的两颗鸭蛋 先是边峰在禁区内 左脚脚背挑射入门 最后再以一记 直接射门得分的自由球 让东道主5比0 轻取对手 好了 那待会儿凌晨的两点钟 B组呢 即将上演双牙之战的巅峰对决 由葡萄牙对垒西班牙 那这两队啊 是分组赛中 势力最强 也是最接近的球队 论战绩背景 西班牙曾经在2010年 甭起大力神碑 而葡萄牙也在两年前 涌奪欧洲杯 那双方近年来都各有代表作 但边边西班牙在开赛之前 却爆出了林郑换帅的兵家大忌 还没有上场啊 就军心大乱了 那对西班牙这支斗牛军团来说 这回真的是从天堂掉落地狱啊 原本排面上 西班牙的阵容 不管是主力还是替补 都是赫赫有名的球星嘛 但是这股优势是不是还能够发挥到作用呢 就要看冲冲上面的主帅 能不能够让球队里面的这些大佬 对他投下信任的一票了 那对葡萄牙来说 对手的遭遇 简直就是可遇不可求的好消息了 是赢得比赛的第一个利好因素啊 那至于第二个关键因素就落在当家球星西罗的身上了 到底是利好还是利空就要看西罗在场上的发挥了 因为全队上下的进攻基本上都是靠他 球队的战略布局也都是以西罗为中心的 那简单一句 这场双牙之战能不能够让西班牙走出这个换帅肥肇肇局的影响 而在葡萄牙当中呢 就要看四次跟西班牙碰头都一球不尽的西罗 这回他的脚风到底顺不顺了